字幕志愿者 杨佳敏 结果他可以晋身到最后的八强 亦造出了暂时新加坡球员的最佳成绩 杨佳敏暂时已经赢过三项赛事的锦标 但他仍然很踏实地 今集节目就会和大家了解这位这么谦虚的球员 杨佳敏 杨佳敏先和大家打招呼 他是新加坡球员 这集是关于他的特辑 首先他会带大家去一间他很喜欢的餐厅 然后会做一些很有趣的活动 还有见一下他的家人 他也很期待这一天的活动 当然第一件事就要去练习 杨佳敏说这个就是OCBC体育馆 正式练习之前杨佳敏会先拉筋 这样可以防止受伤 通常会做二十分钟 然后就会开始打球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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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球员 好多了 因为能够的是 楊佳敏有能力成為世界前十的球員 不過首先要在訓練中提升穩定性和質素 楊佳敏之前受過幾次傷 所以不能夠好好訓練 無理我楊佳敏有能力做到很高質素的練習 不過因為受傷 所以不能夠保持穩定的訓練 另外楊佳敏也可以做到一些很獨特的球路 腳步很快 有他自己一套的打法 他相信教練團可以幫楊佳敏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他也有一個獨特的 他也有一個獨特的風格 他也有一個獨特的風格 當時他們在青年隊的時候晚上會一起練習 而許如欣就說自己在13歲的時候就知道有楊佳敏這個人 不過要到2017年一起訓練之後才認識楊佳敏 蔡惠真說在球場外的楊佳敏很文靜 不過也挺好聊 許如欣說楊佳敏打球的時候動作很快 是很進取的球員 而離開球場的話楊佳敏也很友善 很容易相處 至於楊佳敏的壞習慣 許如欣說作為楊佳敏的好朋友 他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應該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蔡惠真就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壞習慣 而楊佳敏就比較大頭蝦 好像坐飛機的時候 大家會把一些隨身行李放上去儲物箱 但下飛機的時候楊佳敏就會忘記拿 許如欣記得去年他們來香港 吃早餐的時候楊佳敏可能還未睡醒 竟然用叉來吃粥 其實他很欣賞楊佳敏對羽毛球很投入 很努力去練習 以及去爭取更好的成績 要成為一個更好的球員 蔡惠真也覺得楊佳敏在這麼多年來 仍然可以很專心地追求自己的目標 即使經歷過高山低谷 還有很多傷患 但是楊佳敏仍然能夠回來訓練 繼續很專心和努力去練習 這方面就是楊佳敏的優點 楊佳敏現在練習完了 這一天的訓練主要是一些實戰練習 然後他會做舒緩的運動 然後就去午餐 楊佳敏覺得練習完 最好就是享受美食 這一天他會去這間叫國城餐室 這間餐廳有很悠久的歷史 菜式多數都是煮和炒的 餐廳的老闆已經是第三代了 餐廳的外表有點像咖啡室 但賣的是廣東菜 他帶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來吧 楊佳敏的朋友已經在餐廳等著他了 不知道楊佳敏今天想點什麼菜 想吃你的招牌 他準備點這間餐廳的招牌菜 另外就是大蝦可粉 然後想點沙鍋豆腐 也是這裡很出名的菜式 然後乾香雞 另外還叫了金香雞 然後一個菜 最後想多加一碟菜 燒肉炒芥蘭 對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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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是我的朋友 把信仰融入運動和生活之中 我們分享同樣的信仰 他們相信信仰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幫助他們鞏固意志 令他們明白運動背後的目的 以及建立運動以外的生活 對於楊佳敏的印象 對於楊佳敏的印象 Janice說最初 就是覺得這個女生 經常都笑 面上總是帶著笑容 但她在球場很嚴肅 雖然她是羽毛球運動員 但楊佳敏不會令人覺得她與別不同 Janice說跟楊佳敏相處很舒服 而且楊佳敏反而對她的生活 更加有興趣 我非常興奮 我非常興奮 我對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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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賢在剛才提過的團體裡工作了幾年 她很欣賞楊佳敏這些精英運動員 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所參與的運動 很有熱誠 為了有好成績 甚至會犧牲私人時間和社交生活 直至到現在 楊佳敏仍然會利用所餘無幾的時間 繼續去追趕自己的目標 所以她仍然會繼續追趕自己的目標 她仍然會繼續追趕自己的目標 她仍然會繼續追趕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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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line 她說第一次跟楊佳敏見面 就是在教會 當時她17歲 而楊佳敏就16歲 那時候楊佳敏在體育學校讀最後一年 還很小的時候 就成為了羽毛球運動員 要去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所以她跟大部分的年輕人很不同 因為很多年輕人平時都是跟朋友出去玩 而楊佳敏就將時間用在比賽和訓練 所以她覺得楊佳敏真的很喜歡羽毛球運動 楊佳敏覺得無論她做什麼 為了可以成功 一定要作出犧牲 她為了羽毛球 其他人可能是為了工作 這是她自己作出的選擇 所以她只是想做到最好 將時間用在改善自己的表現 所以我能帶她去參加其他人 為了羽毛球運動員 為她感到最好 所以我可以選擇其他人 為了羽毛球運動員 所以我可以讓其他人驚訝 耶 哇 這很棒 很棒 很棒 楊介文很喜歡這碟芥蘭 因為裡面有很多肉 至於這碟就是這裡的焦牌菜 大蝦可粉 汁很特別的 他找不到其他地方做得比這裡更好吃 至於另一碟就是印豆腐 是新加坡地道菜 他覺得很好吃 至於這碟雞就是泰式的煮法 楊介文說他吃東西很重口味 所以這碟雞他很喜歡吃很適合他的口味 現在可以開餐了 不就像沒試過 如果是競爭靠加坡地道菜 放出一碟雞蛋四大會 這碟雞蛋四大會 總共有個喜能 除了兩名耶 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大家收集